大家好,又回到我们妄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邀请我们三个频道 妄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讲这个突发事件 就是,哇,想不到印度以为它会平息这个风波 结果它不是加码,而是再次搞加拿大 原来印度就要求加拿大从印度撤离41名外交官 而且这41名外交官也是占加拿大在印度外交官的三分之二 令两个国家的外交危机升级 之前加拿大总理Justine Trudeau 杜鲁多就说 印度政府涉及一名石刻教 分离分子被老谋的事件 新德里方面已经说给奥泰华 就是这个 加拿大政府听 一定在10月10日前 即是5日内 将大概41名外交官撤离 当然有些媒体说40名 还是41名 应该是这个数字 印度也曾经威胁 要取消 在这个日期之后 仍然 在印度 工作的外交官的外交豁免权 如果没有外交豁免权 你知道也很大事 我们此时此刻做节目的时候 要是突发 加拿大外交部和印度政府 都是拒绝对这件事件评论 莫迪政府之前也说希望两个国家 派驻外交官的 数量和级别是要平等 其实加拿大驻新德里高级 专业公署的外交官 是比印度驻加拿大首都 乌泰华的外交官多了几十名 为什么叫高级专业公署呢 因为英联邦国家也是这样的 还有 因为加拿大有 大概130万 拥有印度血统的公民 他们在印度的亲属 需要大量的领事服务 加拿大公民 已经被停止了 领取印度签证 印度停止了帮加拿大公民 批这个签证 其实 加拿大在印度大概有 62名外交官 新德里已经要求他们减少三分之二 即41名 9月18号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发表了一个超级劲的言论 就是说 他国内一位加拿大公民 亦是一位卡里斯坦 即是石刻教的 分离分子的领袖 被人老谋了 而且这宗案 当然老谋案 已经是 很久 几个月之前 但是 他就说 这宗案背后 是涉及印度的 情报机关 第二天 印度就宣布 对加拿大人 的签证禁令 这个最新的举草 可能会大大加剧 这个危机 之前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已经表示 加拿大政府 现在 调查 是基于 可控 可信的指控 即是印度特工 可能 今年6月 在温哥华 教区 拉低了这位 石刻教分离分子 亦是加拿大公民 尼加尔的 幕后主使 对于杜鲁多来说 这样也将事情 是复杂化的 他在国内面临着 采取回应行动的厄 因为 反对党 都经常怒他 他同时 亦想获得 西方盟友的支持 这些盟友 其实渴望 和新德里建立关系 保持好关系 来 令印度成为抗中国的堡垒 加拿大 参议院外交事务及 国际 贸易委员会主席 这位 比德伯母 他就说 宣布更多 加拿大外交官 作为 不受欢迎人物的印度 他们这样做是无助于局势的发展 而且 会令到 减少和这种 分歧相关的 气氛 反而是加剧 一加剧 大家就 越来越困难 即是说 本来 加拿大打算是减少分歧 但是现在好像你们令印度加剧了分歧 杜鲁多之前也说过 印度政府 其实 已经知道加拿大 跟他们说过这件事情 鄂泰华和印度进行了几个 星期的秘密外交 但是未能令印度和加拿大 警方合作调查 尼加尼这宗大案 所以杜鲁多也是很不满意的 这些外交行动 当然 亦是 令到 大家 关系差了很多 加拿大国家安全顾问 这个 Jordie Thomas 其实 两次访问印度 在9月20号 其实 亦是宣布一样的 本来他打算去印度 结果就 宣布暂停 之后 他 亦是说加拿大会继续 关注这件事件 即是加拿大也不可以放 他的执政党 因为放了 加拿大的保守党就对着这个自由党 9月份 就是20国集团峰会 即是G20 其实 当时 亦有媒体就说 印度总列莫迪是教训道路 当然用教训这个词 我相信 语气比较 严厉一些 因为莫迪平时说话都相当地 硬的 印度 当时是没有承认参与 这起 老谋事件 他当然不承认 就算他有没有做 他也不承认 因为 很大件事干涉别人内政 在别人国土内做这些事 很大件事 但是 亦都没有否认 这么搞笑 没有承认亦都没有否认 印度政府 表示 当然 后来 说没有否认 结果 他后来 也是否认了 因为 在朱二十峰会时 没有否认 也没有承认 但是后来 被杜鲁多 杜鲁多 就立即是否认 这起案件 亦是杜鲁多和印度总理莫迪 在朱二十峰会上的一个焦点 当时 印度方面 断言拒绝 和加拿大合作 其实 之前 印度甚至敦促加拿大 当然 这是金融市 说的 印度甚至敦促加拿大 停止调查 印度外交 苏杰生 就见了布林肯 他在华盛顿上说 这些所谓的老谋案 即是这宗案件 搞定了 李嘉伊这些建案 如果印度做 根本不符合 印度的政策 并且指责加拿大 容忍石刻教分离分子 是鼓动 在印度独立建国 当然每个国家 一说到他们自己的 这个 领土完整 当然是没得让 所以西方国家 都挺假的 这不行 你这样不行 其实 说真的 我觉得 这个 西方当然是相重标准 因为 如果这件事情是 涉嫌 在中国组涉嫌 肯定 是会大众 现在 其实 老实说加拿大都算稳和 想不到印度是那么强回击 加拿大媒体也说 屋台华 是 究竟他们手上有什么证据 原来加拿大媒体就说 原来 加拿大政府 接获了印度外交官的谈话 这些谈话表明印度官方 参与了去年6月 尼加尔的 被拉低的事件 印度是否认这些所谓定据 印度是否认这些所谓证据 加拿大政府 在和 印度政府分享资讯方面 是受到限制的 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 情报来源和收集情报方法 但是 亦为了避免影响这宗案件的调查 这些 限制意味着 其实 这个加拿大 安全部门纳头和其他 印度官员 包括加拿大的 这个 安全情报局局长 维尼尔 维尼奥 只能够向印度 那边 是 口头介绍证据 因为他有担心 如果说了这个证据来源 就等于 将自己的 这条线 是暴露了出来 那说回 其实 这场危机 也是时机不好 因为 这个 亦是 很严重 而且 亦是 在 杜鲁多比较弱势的一刻 因为杜鲁多 国内压力很大 其实 在加拿大 大家有一种感觉 就是坏事总是发生在其他地方 但是 这宗案件 是真的 触动了公众的意识 尤其是 这个 石刻教的 这些 加拿大人 这个 不是加拿大或者加拿大人要撇开或者忘记的事 当然一名加拿大人 在加拿大领土上被人 老谋 这事件也是涉及主权的 所以杜鲁多也是要说 否则 他也是被保守党骂他 当然曾经担任 杜鲁多 国家安全顾问的 一位哥哥叫Richard Fadden 他就说 他觉得 杜鲁多的 举动令他很惊讶 他以为 杜鲁多一定会对 证据有绝对把握 其实我反而不惊讶 因为他 压力大 肯定要说些东西 将内政转移到外交 加拿大也有人批评 杜鲁多 说的什么可信的指控 其实都是 你不够证据 你不说出来 当然现在还不知道 他手中证据是不是很有把握 但是 似乎 不够实牙实耻 很多人看来就是这样 还有 盟友的反应 是令人失望的 盟友反应令人失望的 拜登在诸二十峰会上 向莫迪提出 原来 是有问过的 这个《金融时报》 当然《金融时报》爆料 拜登有问过尼加尔的事 布林肯 亦说 那这样配合 印度 不过 美国驻屋泰华大使亦表示 加拿大 已经从 包括美国、英国、澳洲、 新西兰 在内的五眼 联盟的情报共享 网当中 是知道这个情报的 当然这种说法就是为了支持杜努多 亦说 我是从五眼那里取回的资料 其实亦有点想拖五眼下水 加拿大说 不会让步 当然 加拿大亦警告 印度如果觉得加拿大很容易欺负的话 那你就错了 当然 但是这样撑下去 究竟行不行 我相信盟友都会问 究竟你有没有证据 没有的话 大家搞得这么僵 这样行不行 其实 当然 亦有媒体说印度加拿大的报复能力有限 所以 亦都是这样搞得这么大 而且印度大选就快到 所以莫迪法大他来说又好像几合常理 现在这场争端 已经将加拿大和他的盟友 放在困境当中 其实很难看到 加拿大 和印度在短时间内缓和关系 因为本来想着慢慢 好一点 结果不是 原来 是说 这个 继续差一点 想不到莫迪又来一招这样的东西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再来 再来